马云明年退休,企业成功靠女人,婚姻也是一次创业,幸福要投资。 阿里巴巴昨日成立19周年,拒布马云透过公司官方微博宣布,来年将现任董事局主席,表示往后或会回归从前职业,教育,做我热爱的事情会让我无必兴奋和幸福,还承诺不会抛弃阿里巴巴,阿里巴巴,从来不止属于马云,但马云会永远属于阿里巴巴。 马云多年为阿里巴巴心力交瘁,业绩有目共睹,故造就他如今的成功地位。 继李嘉诚后,又一位富商宣布退位,但马云认为长江后浪推前浪,相信将接任主席的现任行政总裁张勇,能胜任职务,为公司未来负责也为自己负责。 应该让公司里更年轻,更有能力和才华的人来担任领导工作,继续传承,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,这个伟大的使命。 他,张勇,具有超级计算机般的逻辑和思考能力,敢于站在未来创新设计新型商业模式和意态。 马云付出的努力,不仅于业务,还推动不少中小企业,年轻人和妇女,给予发展商业机会。 他亦非常尊重女性,曾表示这世界将会因女性而丰富多彩,被很多人问及阿里巴巴成功的秘诀,如果一定要说,第一是女人,第二是年轻人,第三是专注小企业,特别是女人,直截了当正途女人的社会地位。 男女天生个性颇有不同,他很羡慕女性的营商特质,在第二届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中,不仅表示下辈子想当女人,生两个孩子,创办两个好公司,而不是大公司。 男人会把公司越做越大,女人会把公司越做越好,做好企业比做大企业重要得多。 普遍传练传统观念认为,女生注重细节,难以干出大事,不过虽时代演变,马云对此观念亦有所保留。 他认为成功事业不在乎公司规模大小,而是做好事业,成绩才能稳得住脚,本世纪,做好企业比做大企业重要得多。 他相信女生倾向会为别人考虑,把美好的事物带给别人,如果做企业的人不从女性身上学到这些特质,未来很难走下去。 他引用调查发现指,女性于阿里巴巴平台上,较喜欢购买儿童用品、家具等家庭消费品,男性则是外卖、手机、电脑、车等个人消费品。 男人们都太自以为是,觉得创造了一个世界,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未必美好,而女人们脑子理想的都是如何让生活更加美好。 他一指营商环境里,理应两面俱全,若只侧重对外发展,忽略员工及服务体验等,容易变成内容外患的情况,故男女间互相尊重,各施其职,才能把生意壮大。 女人也一样,做最好的自己比什么都重要。 遇上问题时,不知是习惯与否,我们大多会找人帮忙,甚少会先自行想办法解决。 笔者认为像朋友吐苦水,是不错的减压方法,但若解决问题,还得由自己尽力负责,不应过于依赖,不然自己永远不会有进步。 马云认为,女生不应把男人作为榜样,而把自己作为榜样,做自己最快乐的事情,只有这样,才能做得好,要为自己而感自豪。 我们常被人牵住鼻子走,认为对的人,所选择的路也是对的,自己若想反方航,便是错误。 其实挑挑大路通罗马,当然你可以选择跟随成功人士的道路,或随心行动,做自己想做的事,虽不知那方结果会较好,但相信后者另必更加有趣,而且也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。 圣男圣女跟优秀没有关系,是乎你内心是否愿意付出,担当。 是你自己内心愿不愿意妥协,愿不愿意花时间在别人身上,愿不愿意创造,其实婚姻也是一次创业,你敢不敢把它创好而已。 香港高学历女生的恋爱经历近年愈来愈少,致不少人成为情骗案受害者。 女生学历愈高,则某条件也增高,即使对某某男生有好感,也会因考虑对方条件,迟迟未敢开口或结实。 其实,真正的爱是不会在乎对方的背景,若顾虑对方条件,也不过是提不出勇气的借口,怕自己会后悔罢了。 不过没试过,又怎知道结果变成如何? 马云表示,爱情在乎内心是否愿意付出和承担,形容婚姻就如创业,需要勇气面对,接受对方心意,并在其后制力做好业绩,这样将会是段成功的爱情。 若然下次遇见对的人,不妨鼓起勇气,为自己的将来幸福投资吧。